演向澳门世界杯的淘汰赛继续进行中 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 张本智和发挥出色 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 强势逆转对手 打败世界冠军卡尔伯格挺进四强 要知道 卡尔伯格在16禁八的比赛中 曾经逆转打败梁敬坤 实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一次张本智和能够打败对手 足以看得出来他的状态非常出色 将会对国拼接下来的冠军争夺产生巨大的冲击 值得关注的是 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 张本智和尽管获得了胜利 但是他在赛后采访不满中国观众的言论 也遭到很多球迷的质疑 另外一方面 他在本场比赛大喊大叫的庆祝动作 同样引发不少争议 首先回顾全场比赛可以发现 张本智和还是和之前打球的习惯一样 每一节甚至每一个球得分之后 他都习惯大吼大叫 他的叫声甚至响彻整个体育馆 相信看直播的球迷都会觉得非常吵闹 另外一方面 每次获得胜利之后 张本智和的庆祝动作也是非常嚣张 直接指着观众席怒吼 这个动作让在有些球迷看来 也不是特别友好 更备受争议的是 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 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了现场观众的影响 他不点名批评中国观众认为 现场的闪光灯太多 影响到了他的发挥 虽然张本智和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相信球迷也很清楚 这一次的比赛在我们家门口澳门进行 绝大部分的球迷都是奔着国平这些主地去的 所以现场观众席 也基本上是我们中国的球迷 所以张本智和这番批评的言论 自然被看作是不满意中国观众影响了自己的发挥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尽管这次张本智和取得比赛的顺利 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 但是在有些球迷看来 却有一种赢球输人的感觉 一方面张本智和的大喊大叫 影响了对手的发挥 另外一方面不满意中国观众的闪光灯 也难免招惹争议 说实话 张本智和平时在赛场上的所作所为 给人的观感确实不好 也显得有些高调 不符合我们中国人比较低调的性格 不过与此同时 张本智和提出的闪光灯干扰问题 确实应该引起重视 有则改之无则加冕 毕竟在之前的世界大赛中 王楚清和樊振东 他们也曾经受到类似的困扰 这些闪光灯会很容易影响到球员的进攻 进而导致丢分 我们也希望球迷在观看比赛的时候 尽量少用闪光灯拍照 安静观看比赛就好 只有大家都共同维护好这个赛场的环境 比赛才会更加精彩